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 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 今集的健康解码跟大家一起解构一下 第一种就是螺旋组 过敏反应源于免疫系统的抗疫行动 而这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的活性成分 螺旋组多糖和蓝组素 正正是与敏感的息息相关的 而前者能够有效益制身体里面的过敏反应分泌物 百介素4 而后者即具有优异的抗炎功效 減缓因发炎而人治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就是苹果果胶 果胶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 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 将胜型细胞分泌出 脑显身神经营养因子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 比如鼻敏感、烤喘、内风湿关节炎等等 都有舒缓的作用 大家好 大家好 第三节 大家可以打电话来的 八一二五六八六 六五八六 哈哈哈 有礼物收的 还有我们现在讲一次 唯一一个猜不到的 唯一一个 连Pianna都猜不到的 这个用个年字 你明白吗 因为我没有东西猜不到 2019年全部进步了 为什么 这条迷语就是 为什么BB不懂笑 嗯 是不是跟哭有关的 是 好聰明啊 但是我猜不到 但是你猜不到 但是你猜不到 你不要猜到 你开猜了 开猜了 好 可以笑的话 不回哭 哈哈哈 好好啊 好好啊 这个 好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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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不是透露了我的年龄 是什么歌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你现在知道什么歌 没听过 你现在不知道啦 你现在知道是什么歌 你现在知道是歌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如果正式不知道那些 就是什么来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不懂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又透露了自己 自己拆穿了 哈哈哈哈 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我们不要提起这些坏东西了 哎 说回刚才 我还有什么 嗯 我还没说完的 哈哈哈哈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有什么发展的愿望呢 就是 其实呢 有些少少想 这个有 有些人说 好像想大了 但是 我觉得有可能的 不是想大的 我想做女版的胡偉聪 就是 因为我自己都 叫做 少少熟悉泰国 那 就想 不知道为什么 很想把泰国的东西 介绍给人 所以 可能 之后 可能三四月 会去泰国 到时可能 会 找人拍下 拍下我去泰国的 那些 那些点滴 介绍一下新的地方 给各位认识 那 希望做得到 其实最主要是想 很想 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可能我真的 是前世是泰国人 不 那次阿树儀介绍给我的 那个Light Market也很棒 我的朋友也很喜欢 是啊 也是 我之前跟朋友去 一直去很多地方 差不多 叫做最后 才带他们去那个Light Market 接着一去到 他们说 搞错 怎么不早点带我来的 那里不是太多 香港人 那次 他在泰国 有没有人生虾 泰国人怎么说 特意传信才来 急事急事 生虾 泰国人怎么说 泰国人 我教大家叫 公车纜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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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就是虾 车就是浸着一些东西 就是车 纜坝就是鱼路 他就叫公车纜坝 因为他说英文 没有人会听 他就问我 泰国人怎么说 我刚刚学的时候 就是我懂得讲公 我又知道不熟的东西 那我就公咪熟 然后那些人说 我说什么 然后他们就教我 说人家公车纜坝 有时候有些 所以不可以乱 有时候泰文都 我打算认识一些 拼完就算 拼完就以为是 其实不是 而且有时候他们的 菜式的名字 你完全想不到 为什么会这样叫 例如拍崩废丁 就是飞天通菜 拍崩就是通菜 废丁就是 原来说是火 因为原来股市 正式炒炒炒到很火 原来那些火 平时如果说废丁 又会是斑马线的 那些红绿灯 又会叫废丁 那我想说 为什么会叫拍崩废丁呢 有时候你都想不到 他为什么 譬如我有一只公仔面 公仔面是叫妈妈的 其实 有一只公仔面 叫做拍戒毛 戒毛 其实形容一些人 经常醉酒 醉酒佬 那些人 他们就叫Ki Mow 那我为什么会 一个妈妈 为什么公仔面 叫做拍Ki Mow 有时候有些很特别的名字 其他人就不会懂 所以很想把这些很特别的东西 去介绍给人 好啊很期待 希望可以做得到 希望快点 这些就是我2019年 希望做到的事 好 大家希望给一些 鼓励我 一定行的 你行的 我还要多谢 当然就是 多谢我上一年 遇到我的 第二个人生导师 第一个人生导师 其实是我老闆 因为我认识了一个老闆很久 其实跟你聊天 各样都会教了很多人生道理 第二个人生导师 一定是非大匪莫属 所以要很多谢他 因为大匪我才会 变得更加精彩 我觉得人生 很多谢你 有个网友问你 有没有听过 一个叫泰国乐队 Mission for Project 这个没有听过 因为我多数 除非真是很 popular 我就会常常听他的歌 所以这些乐队我就少听一点 乐队我很喜欢听Potato 和Body Slam 或者24hours 25hours 就比较 popular一点的 我先留意一下 下次 你现在介绍了给我 我一定会留意一下 我其实我很喜欢听泰文歌 亦都很喜欢唱 希望之后都会有多些机会 给大家听到多些泰文歌 其实 听过了泰文歌 我是觉得很有意思的 但是又不是那么多人认识 所以希望大家将来都会有机会多些认识 那我们现在 不如讲到演唱会 是啊 一定要讲的是我们的刘德华 民间特首 是的 民间特首的刘德华 那他就是因为不舒服 那个喉咙痛 所以就要取消这个演唱会 是的 我现在都有一些sense 因为 其实我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 在这些天气 那个演唱会 其实很危险 是的 因为就算我一个普通人 我前几天 31号玩完 就是做了一个 一晚上 是的 我已经那晚 我已经失声了 其实幸好第二天我没事了 我都很害怕今天做不到节目 他是狂唱很多场 是啊 他又不是年轻 是啊 其实都 所以 而且他真的很忍痛 他宣布不能唱 我看他说唱不到那段片 我都哭了几次 他在说自己唱不到音乐的时候 唱不到歌的时候 他就出来讲话 他就跟一些歌迷说 问一些歌迷 如果我到80岁的时候 你们还会不会 不知道你们在街上见到我的时候 会不会搭一下我肩膀 叫我 不知道可不可以和我拍张照呢 那些歌迷当然疯狂 当然可以了 我相信 我没有人喜欢 劉德华 我相信 你喜欢劉德华 我一般 我四大天王 我喜欢黎明 其实都不是很喜欢 如果四个要选 我就曾经 喜欢过劉德华 后来我喜欢郭富城 很明显的 郭富城 很明显是你那些 大大隻隻 跳舞 黑黑实实 那些 他虽然不够高 但我很喜欢帥 劉德华也很喜欢 我喜欢白正 很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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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喜欢白正 特别的 很帥 很帥 我不喜欢白正 或者很帥 很帥 你不是喜欢很精緻的 我要粗犷 大隻 帥 一些 比如现在 天气都比较容易喉咙痛 大家都要小心 例如劉德華 三歲到八十歲的人都很喜歡 所以有些人都賣了黃牛菲 很誇張 由劉德華演唱會一開始的時候 很多人去買黃牛菲已經很瘋狂 立即政府想怎樣去打擊黃牛黨 束手無策 沒辦法 太多了 居然被民間特首劉德華 劉德華一下就打擊了他們 所以說為什麼他是人民英雄 為什麼他是民間特首 我曾經有想過特首這個位置是三殺位 鎮壓人什麼都被人吵架 無論做什麼都被人吵架 無論是誰做都被人吵架 真的誰做都被人吵架 我唯一想到不被人吵架的就是劉德華 但是之前劉德華幫政府拍過一段聲演 都被人吵架 我覺得是小部份 對事不對人 對事不對人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要選特首 真的要做一個特首的時候 我相信香港人 你始終會有少少少留情 對著劉德華的話 都是的 都不會罵得那麼 就像明星那樣做什麼議員 那些みたい sure 明星又要看看你 действ相對… 就是正面那些 是不是真的是形象不太好才行 有些是… 是做議員 就被人吵架死 也有些人是特首行的事 也有嘛 我唯一只有劉德華一個才能做到 還有買黃牛票的人 又有好消息 因為說退票 做不到就退票 但退票當然不會包你黃牛票的錢 你有沒有買過黃牛票? 我沒有啊 我沒有買過 我有朋友經常幫我買黃牛票 經常啊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看那些很難 例如周杰朗打五月天那些 好像很難買那些 他們說買黃牛票 然後很棒 他們在WhatsApp上可能問 那時候不認識 例如你第一次買黃牛票叫我介紹 我給你一個電話 他就問很多事情 問得很細緻 又問我怎樣認你 結果他說那個人是很兇 去到的時候又問 是否周杰倫黃牛票 是否在這裏 然後人家很生氣 你什麼啊 給錢 他說是很欺負我黑面 另外買開那個人說 你不可以這樣 他們很秘密 你不可以大大聲 是否真的叫黃牛票 好笑啊 這樣也挺合格的 其實挺搞笑的 你的朋友也挺搞笑的 因為他不知道 但他經常都買黃牛 為什麼他不買正價呢 買不到 很難買 真的 其實我想 譬如現在買劉德華黃牛 那些都是買不到正價 才買黃牛 但就是因為 那些黃牛的人排隊 買了 所以他們才買不到 所以都慘了 其實很難去打擊 所以這次劉德華真的很厲害 這樣也能打擊到 而且他退票的話 是不可以 那些黃牛那些 當然是不可以退的 你這麼貴的 價錢買了 但是呢 好像說有 其中有 有些人說是良心黃牛 他們就可以退回到價錢 這樣 這樣挺好 可以退回錢 但是呢 又有些人就說 說良心黃牛而已 但是當初你又不要賣到這麼貴給別人 是不是 那他會賺錢的 對 那其實人家排隊 又要付錢給別人去買 其實排隊那一刻都很痛苦 你想想 如果十幾度在街上排隊 其實都很痛苦 當時不是十幾度 不是 但你會不會躺街牌 我當然不會 我當然不會 但如果一去他們賺錢 那些也會 對 他們真的會賺錢 但如果很端端 我不會躺街牌 但我很喜歡那個也不會 對 那我也不知道 我也沒試過 對 我有朋友看五月天 是真的睡街牌的 真的很crazy 我沒試過 曾經好像言成旭 有一段時間 挺出名 你睡街牌嗎 我沒有 我知道有很多人睡街牌 然後我有想過 我去不去呢 但是不要傻了 對 我又真的沒有這個名字 真的很辛苦 但我朋友 他的老公 真的會陪他這樣做 那這個是挺sweet的 真的很雪榴 很值得推崇 很值得推崇這件事 是的 我的朋友是很喜歡看Kenny的 但是他排隊 不知道是不是排Kenny 還是排韓國那個 韓國那個很高大的那個男生 叫什麼 永 很像劉德華 很像劉德華那個 不知道 我忘記了他叫什麼名字 韓國劉德華 韓國劉德華 我覺得他像劉德華 但一些人說像 我忘記了他叫什麼名字 那是誰叫韓國很高大的那個 但一是英俊的 又高大又英俊 送什麼的那些 忘記了 我真的忘記了 算了 我們都不太認識這些韓國 就是不認識 其實韓國很多很高大 但是不英俊 都是的 但好像他們的身形是正的 對 對 每個人都練得很厲害 對 不是 我覺得是有一些很不滑滑的 很搞笑的 我有個客人 他很喜歡一個韓國男歌手的以前 看他的樣子白白正正 站站站站站站站 但他後來出一張寫真集 是很大隻的 然後我覺得好像Key上去 很不真實的 但也真的是這樣 他們真的會練習 他們真的會無故 看樣子好像很精緻 但是練到很健碩 我們通常都覺得 大隻就是粗獷 然後就是粗一點 正常一樣的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